嘿 哈喽大家好 我还是那个全网最后一料理 苹果的美食博主猪桥 之前呢跟大家聊了一下S8和SE 今天呢再跟大家浅浅的聊一下 新处的iPhone 14 Pro 就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的 特别负浅的那种聊 因为手机我其实已经用了五六天了 然后稍稍有一些小感触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来吧 赞赞 所以今天就主要从iPhone 14 Pro的外观 灵动导 全天后显示屏 iOS 16和相机这几个方面 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是外观哈 我这块是暗紫色 我很喜欢这个颜色 暗光侠看起来像是灰色 就是特深沉的那种感觉 有人说边框容易留指纹 确实话 金属边框不都是这样吗 第二点关于灵动导 没看发布会的朋友可能不太理解 灵动导是什么东西哈 它其实就是原来手机上的那个刘海 只不过现在刘海呢 脱离于头顶了 它直接长在脸上了 这个比喻好奇怪 灵动导是Pro系列独有的设计 它把前置摄像头等组件和软件通知 结合在了一起 那每个APP都有自己的联动方式 最多支持双导操作 动画做得非常丝滑 很有呼吸感 那比如说如果你在播放音乐的话 它会把自己的颜色和封面颜色统一 AirDrop的时候会显示进度 打电话的时候会用颜色区分敌我的声音 不过你也不用太操心 这个区域应该怎么使用 这是一个自动的被动技能 把APP推在后台运行 它就会自动进入灵动导 你唯一能做的操作就是轻轻点按 或者长按 你没有办法去决定 你要把哪个东西放进灵动导 当灵动导里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你也是点不开它的 第三点想聊的是全天候显示屏 不用特地点亮屏幕 就可以查看时间和iOS16新出的小组件 道零这个小组件我觉得特别好用 你甚至可以不用解锁 就直接设置一个倒计时 而且屏幕上还可以直接显示倒计时 这剩余时间 在做饭或者用烤箱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功能真的特别好用 但是我一直是把微信之类的 所有信息设置成了不用解锁 也可以直接把信息显示在屏幕上的那种设置 所以现在变成全天候显示屏了以后 它就是会直接这样弹出在屏幕上长亮着 我确实也没有那么多秘密 不能给大家看了 但是它长亮在那里 就会让我觉得少少有点奇怪 另外一点的就是你后台播放的音乐 以及视频的封面 都会直接出现在你这个屏幕上 如果你播放的音乐封面 专辑封面特别漂亮 特别好看的话 你出现在桌面上 它就是另外一种风格的桌面 还会很好看 但有的时候难免你会看一些 奇奇怪怪的视频 它的封面很奇怪的 就比如说我经常看1818黄金眼 没有第四黄金眼的意思 就很奇怪 所以我现在在考虑 要不要把这个全天候显示屏给关掉呢 那另外可能有人会担心 它睡觉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常亮 在暗光环境下 这个屏幕是会自己慢慢变暗 最后自己熄灭 或者你也可以开启睡眠模式 这样锁上屏以后就是黑屏了 下一个关于iOS16 除了锁屏状态下的小组件以外 iOS16还有一个超厉害的工作 这就是相册 可以直接抠图了 它能识别到人物 动物 镜物 哪怕你这张照片不是用iPhone拍的 哪怕它只是一个截图 iOS都可以识别到里面的主要物体 而且除了能抠图片以外 它还能抠视频里面的某一帧 你可以把视频暂停 然后再进行抠图 这抠下来的东西呢 你可以粘到备忘录里 粘到微信里 或者粘到图片编辑软件里 直接进行一个二次创作 超级炫酷 最后关于相机 那些硬件的提升啊 什么感光元件变大了 什么光圈变大了 这些就是厉害厉害厉害 我觉得很好的几点呢 一个是运动模式 因为之前如果你想拍一个 很防抖的画面 你需要开超广角去拍 但是现在所有的镜头 都配备了运动模式 当然它只是通过计算摄影 把你的画面 进行了一个剪裁和防抖而已 但是你拍出来东西 直接就能用 你不用做后期的加工 能省很多事 这一点就非常好 还有就是电影模式 支持4K拍摄了 它可以对背景进行一个虚化 让你的画面看起来 就非常像那种 高级单纹相机拍出来的画质 比如说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一段 其实就是我用iPhone14 Pro Max的 前置摄像头的电影模式拍出来的 那现在它对焦 就是我不管头怎么动 它都是可以自动对焦 追焦到我的脸上的 然后对我的背景进行一个虚化 就让我整个看起来 这个画质很高级的样子 最后还有一点 我个人特别特别喜欢的 就是它新出了二倍的长焦 虽然不是真的多了一个 二倍的长焦镜头 它只是用算法把照片扩大 然后再补充了一些细节而已 但是这个算法真的算得非常的到位 而且它还可以应用在人像模式上 说实话 我之前特别不喜欢13 Pro的那个三倍长焦 它太长了 我要出去吃饭 想用长焦拍一下桌上的菜 原来二倍的话 我自己的座位上都能拍了 用三倍的话 我得站起来 还得往后退两步 要不是只能干脆拍别人桌上的菜 因为现在不仅多了二倍的长焦 而且二倍的长焦还支持人像模式 明明只有三颗镜头 却干了四颗镜头能干的事 值了值了值了 牛座很满意 所以以上就是全部内容了 因为是临时起意拍的这条视频 所以可能也没有涉及到太多的 特别硬核的内容 就是浅浅的跟大家聊一下 我的使用感受 那我们就这样啦 拜拜